第一边 总则 第一章 法例 第一条 本法所称土地 为水路及天然复原 第二条 土地依其使用 分为左列各类 第一类 建筑用地 如住宅 官署 机关 学校 工厂 仓库 公园 娱乐场 会所 祠庙 教堂 成碟 军营 炮台 船部 码头 飞机基地 坟场等属之 第二类 直接生产用地 如农地 林地 鱼地 木地 狩猎地 矿地 岩地 水源地 池塘等属之 第三类 交通水利用地 如道路 沟渠 水道 湖泊 港湾 海岸 体验等属之 第四类 其他土地 如沙漠 雪山等属之 前向各类土地 得在分墓 第三条 本法处法律令有规定外 由地政机关执行之 第四条 本法所称公有土地 为国有土地 直辖市有土地 县 市 有土地或乡 镇 市 有之土地 第五条 本法所称土地改良物 分为建筑改良物及农作改良物二种 附着于土地之建筑物或公式 为建筑改良物 附着于土地之农作物及其他植物与水利土壤之改良 为农作改良物 第六条 本法所称自耕 细致自认耕作者而言 其为维持一家生活直接经营耕作者 以自耕论 第七条 本法所称土地债券 为土地银行依法所发行之债券 第八条 删除 第九条 本法之施行法 令定之 第二章 地权 第十条 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 属于中华民国人民权体 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 为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之所有权消灭者 为国有土地 第十一条 土地所有权以外设定他向权力之种类 依民法之规定 第十二条 私有土地 因天然变千城为胡则或可通运之水道时 其所有权势为消灭 前向土地 回复原状时 经缘所有权人证明为其原有者 仍回复其所有权 第十三条 胡则即可通运之水道及暗地 如因水流变迁而自然增加时 其接连地之所有权人 有优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权或使用授益之权 第三章 地权限制 第十四条 左列土地不得为私有 一 海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二 天然形成之胡则而为公共需用者 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三 可通运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四 城镇区域内水道胡则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 五 公共交通道路 六 矿泉地 七 瀑布地 八 公共需用汁水源地 九 名胜古基 十 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前项土地已成为私有者 得依法征收之 第一项 第九款名胜古基 如日据时其原属私有 台湾光复后登记为公有 依法得赠予以转为私有者 不在此线 第十五条 附着于土地之矿 不因土地所有权之取得而成为私有 前项所称之矿 以矿业法所规定之种类为限 第十六条 私有土地所有权之已转 设定负担或租赁 妨害基本国策者 中央地政机关得报请行政院制止之 第十七条 左列土地不得已转 设定负担或租赁于外国人 一 林地 二 余地 三 狩猎地 四 盐地 五 矿地 六 水源地 七 要塞军备区域及领域边境之土地 前项已转 不包括因继承而取得土地 但应于办理继承登记完毕之日起三年内出售于本国人 于其未出售者 由直辖市 县 市 地政机关以请国有财产局办理公开标售 其标售程序准用第七十三条之一相关规定 前项规定 于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因继承取得第一项所列个款土地尚未办理继承登记者 亦是用之 第十八条 外国人在中华民国取得或设定土地权利 以一条约获其本国法律 中华民国人民得在该国享受同样权利者为限 第十九条 外国人为公自用 投资或公益之目的使用 得取得左列各款用途之土地 其面积极所在地点 应受该管之辖市或县 市 政府依法锁定之限制 1. 住宅 2. 营业处所 办公场所 商店及工厂 3. 教堂 4. 医院 5. 外乔子弟学校 6. 石灵馆及工艺团体智慧所 7. 坟场 8. 有助于国内重大建设 整体经济或农牧经营之投资 并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者 5. 前项第八款所需土地之申请程序 应被文件 审核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行政院定之 5. 第二十条 外国人依前条需要取得土地 应检附相关文件 申请该管之辖市或县 是 政府核准 土地有变更用途或为继承以外之以转时 一同 其依前条第一项第八款取得者 并应先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 直辖市或县 是 政府为前项之准博 应于受理后14日内为之 并于核准后报请中央地震机关被查 外国人依前条第一项第八款规定取得土地 应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 应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 应许名原因向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展期 其为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 由直辖市或县市 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于通知送达后三年内出售 于其未出售者 得净为标售 所得价款发还土地所有权人 其土地尚有改良物者 得并同标售 前项标售之处理程序 价款计算 异议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地震机关定之 第21条 删除 第22条 删除 第23条 删除 第24条 外国人租赁或购买之土地 经登记后 依法令之锁定 享受权力 负担义务 第4章 公有土地 第25条 直辖市 政府对于其所管公有土地 非经该管区内民意机关同意 并进行政院核准 不得处分或设定负担 或为超过十年期间之租赁 第26条 各级政府机关需用公有土地时 应商同该管直辖市 或县 是 政府曾请行政院核准拨用 第27条 直辖市 或县 是 政府应将该管公有土地之收益 列入各该政府预算 第5章 地权调整 第28条 直辖市 或县 是 政府对于私有土地 得斟酌地方情形 按土地种类及性质 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 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 前项限制私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 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 第29条 私有土地受前条规定限制时 由该管直辖市 或县 是 政府规定办法 县令于一定期间内 将额外土地分化出卖 不依前项规定 不依前项规定分化出卖者 该管直辖市 或县 是 政府得依本法 真收之 前项 真收之补偿地价 得斟酌情形 搭给土地债券 第三十条 删除 第三十之一条 删除 第三十一条 直辖市或县 市 地政机关于其管辖区内之土地 得斟酌地方经济情形 依其性质及使用之种类 为最小面积单位之规定 并禁止其再分割 前项规定 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准 第三十二条 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得县制每一字 耕农之耕地 负债最高额 并报中央地政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 删除 第三十四条 删除 第三十四之一条 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 其处分 变根及设定地上权 浓郁权 不动产益权或点权 应以共有人过半数 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一行之 但其应有部分合计于三分之二者 其人数不予计算 共有人依前项规定为处分 变根或设定负担时 应事先以书面通知他共有人 其不能以书面通知者 应公告之 第一项 共有人 对于他共有人应得知对价或补偿 妇联代清 常责任 于为权利变根登记时 并应提出他共有人 以为受领或为其提存之证明 其因而取得不动产物权者 应代他共有人申请登记 共有人出卖其应有部分时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价格共同或单独优先成购 前四项规定 于共同共有准用之 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 共有人不能自行协议分割者 任何共有人得申请该管直辖市 县 市 地震机关条处 不服条处者 应于接到条处通知后 15日内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 借其不起诉者 依缘条处结果办理之 第34-2条 直辖市或县 市 地震机关为处理本法不动产之纠纷 应设不动产纠纷条处委员会 聘请地震 营建 法律及地方公正人士为条处委员 其设置 申请条处之要件 程序 期限 条处费用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地震机关定之 第35-3条 自耕农场之创设 另以法律定之 回程中央地震机关定之创